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网友表示收到长辈动员令,要针对2018台中市长选举民调投票,发现立委言宽衡和现任市长林佳龙几乎快要黄金交叉,惊呼清济是要改名消波快事了。 网友在PTT上提到,高持宝就收到长辈来动员令,立马兴奋点开,发现到尚至尊少主言宽衡,现在选市长支持杜汉林佳龙不相上下,准备要黄金交叉了,还要网友一起帮忙贯票。 网友纷纷表示台中有台中的玩法,庆济是要改名消波快事了,还请第一排社会住宅,还帮颜宽衡相好说辞台中任兰公的阿妈叫我一定要出来选。 不过也有网友发现,这份民调不仅比较林佳龙对颜宽衡,还有林佳龙对杨琼英,林佳龙对卢秀燕,林佳龙对江启臣等组合。 截至晚间9点,投票数最高的是林佳龙对江启臣的组合有8528票,支持度则是江启臣63%,领先林佳龙37%,其次是林佳龙对卢秀燕有8143票,支持度卢秀燕57%,领先林佳龙43%,林佳龙对颜宽衡有4219票,林佳龙以52%,颜先颜宽衡 林佳龙48%,相当接近,林佳龙对杨琼英则有3428票,林佳龙以54%,领先杨琼英46%。